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根据目前考古学界一般的观点和一般的法律的定义来大概的来套一下 我们看一下人类开始是打猎的 我们大概开始是一些石楼民族 这是澳大利亚人 人类踏上澳大利亚领土以后 在澳大利亚发生的动物灭绝情况 人踏上澳大利亚是五万年 然后在五万年里面 澳大利亚这些动物都被消灭掉 都绝肿了 这个大概给大家试一下 就人类原来是打猎的 打猎到了后来 农艺猎取的猎物基本上都被我们吃光了 人类开始碰到生存危机 然后就发生了农业 我们从猎取动物开始 寻化动物或者寻化植物 寻化植物的现象出现在大概公元 就是在七千年前 在这个地区 最早是在这个地区 就是从 就是在这里波斯湾 红海 然后这里是埃及 这里是两河流域 在这个地区 这个叫新月地带 这个地区首先寻化了小麦 大概八千年前 然后在这个地区 和这个地区 就中国华南地区和印度河流域 这两个地区首先寻化了水道 这个大概是在六千年前 然后在这里就是南美洲 现在的美洲这个地方 人类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大概整个寻化过程 花了好几千年 那逐步逐步寻化了玉米 现在这个三大粮食作物 所以农业的产生 它不是到处都发生的 它产生在某些地区 就某些地方 它本身有这种草本植物 这种一年一生的草本植物 而且这种草本植物 它具有颗粒比较大 本身种颗粒比较大 容易被寻化 就是它的基因 消逸的转移 它的基因突变现象 发生比较频繁 然后人类有意思地 加以培育以后 产生了我们今天 粮食作物 出现了粮食作物以后 就出现了定居农业 这个是在乌克兰出土的 一个早期的农业 大概是在六千年前的 这个村庄 就是我们原来是 跟着动物群走 动物群迁徙到那里 农业走到那里 从农业开始 这个植物是不动的 所以我们开始定居 定居农业 它就开始出现了定居点 那这些定居点 一般来说 就像这个遗址 不原图所表现的 它一般都有一个 比较容易防御的特点 就它开始建立到防御公式 这个村庄的村落 它在一个台地上 在一个高起来的台地上 然后这里挖了深沟 这个地方是断崖 爬不上来的断崖 这里挖了深沟 然后在那边搭了一个桥 人出路就从这个桥上走 那么也就是说 随着农业出现 开始出现了 建有防御公式的 人类定居点 这些防御公式 不仅仅是防动物 实际上主要是防我们同类 也就是说随着农业产生以后 人类自己和自己的斗争开始出现 农业开始发展以后 首先就是 首先这是消极的一面 就是我们先开始创新 我们创立了农业 然后资源增长 农业比动物好得很 我们的食物来源 它不会走 它就在土地里面 等我们去收获 然后拨下一颗种子 可以收获几十例到几百例种子 然后够我们吃的 一下子资源爆发 然后就开始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导致这个结果就是 过了几百年以后 环境就开始退化 因为农业对于 特别像干燥的地区 像两河流域地区 像中国华北地区 你开始灌溉农业以后 你把这土地翻过来 土地原来的结构被你破坏掉 然后地底下 因为上面的太阳又很烈 蒸发很强 蒸发很强烈 就会把地底下的盐分 慢慢带到土地上 这就是盐碱化 在中东地区 这个情况非常严重 就是在两河流域 最早的一个城邦 叫苏美尔 这个城邦大概是 在七千年前开始出现的 然后到了大概 五千多年前 它就消失了 没有 它这消失很大一个理由 就是那个地方 土地严检化非常厉害 环境退化了以后 就造成短缺 粮食开始少了 然后就开始建框衰退 我们能开始农业生活以后 我们人的毛病 就开始大量的产生 在我们打猎的时候 打猎的时候 我们能够成长成人的个体 都是经过淘汰的 跟动物一样 因为我们跟着动物走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跟动物一样 接受环境的严苦挑战 生下来的弱体 生下来的幼小的个体 如果它身体跟不上动物群天使的话 这个幼崽就被 这个个体就被抛弃掉 所以能够活到成年的 那些个体身体都非常强壮 但是定居农业 它保证了 几乎所有的个体 所有的个体 它都能够生长 但生长的副作用就是 我们现在开始 蛋白质摄入太少 然后我们大量地吃淀粉 然后这个糖 就垄坏了我们的牙齿 我们的牙齿越来越差 然后就是继续在一起 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有很多细菌跟病毒 迅速地就进化出来 就专门以我们人为他们的宿主 然后开始倾劳我们人类 就传染病 然后病 这些身体就导致我们健康状况衰退 农业民族的这个身体状况 这要比打猎的民族 狩猎民族要差很多 充足增加 因为短缺了我们想象 可能就粮食不够吃 然后呢就轮口分扣 然后呢又开始新的一轮 少部分 少部分人去创立一个新的地方 然后找到新的耕作方法 或者发现新的身材之道 然后又开始这个循环 所以一个农业部落呢 总是在四五百年里面 开始发展到它的顶峰 如果它不动的话 然后它很快就会分溃下去 它又 这个农业文明就会 这个定居点 就会突然之间的消失 我们在考古发掘里面 发现了大量的这种情况 定居农业发生以后 我们很快就发现 这个是在埃及 根据埃及现在 因为埃及它的文物保存得非常好 它所有的古迹都被沙漠掩埋了以后 都被木乃移化了 所以它这个文物保存非常好 所以埃及留下的古代村庄 远古时代的村庄 又好几千个 那么因为这个尼罗河呢 它在下游地区 它的河道也是不固定的 它也是百来百去的 所以在很多旧的 被废弃掉的河床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定居点 那么开始的时候呢 这些定居点都非常分散 分散在这个河谷地区 分散在河两岸 这个是低密度的农业 然后第二个阶段就出现了这种比较大 就是像刚才那个乌克兰小村庄 一个村落只有几十个人 上百个人 那现在开始出现上千人的村落 上千人的大村落开始出现 大村落开始出现 然后呢 这些土地呢 都被有计划的利用 出现 有的聚落已经被废弃了 有的开始出现了专门的墓地 开始出现了港口 说明他们有意识地挖了码头 开始让这个船进了 也就是说他们有了贸易 然后再进步就形成了国家 在这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社房 社房的聚落 这些社房的聚落 开始有相互之间的重属关系 就是社房的城邦 开始向另外一个城邦 开始交税 这个黄颜色的就是税 这个字就是税 开始纳供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称之为 国家已经形成了 所以国家形成在考古学上的概念 一般就是他能够发现 比较大的城墙 大规模的城墙 不是一般的小的聚落 一般要超过 两三千人或者五千人的聚落 有一道城墙围起来的 而且在这个聚落里面 有一个明显的功能划分 比如说有很好的房子 有很差的房子 还有就是出现了这些贵族的墓地 这些贵族的墓地才出现 然后出现很多公共建筑 这些公共建筑是 统治者的宫殿 或者是神庙 各种各样的神庙 所以英国考古学家 他认为 这个聚落的产生 人类进入到国家 他认为主要的就是因为 农业它跟打猎不一样 它需要更多的森林保佑 跟我们想象不一样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焦虑感 它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它说这个农业跟动物打猎不一样 打猎随机的 打到一个只有猛吃 打不到完蛋 但它可以一直追踪那个动物群 农业聚落很大 人很多 它的生活来源在自己市县以外 在自己居住区以外 一大片农田 这些农田 它要有很长的时间才能成熟 那么在这个农田 从这个作物 从播种到成熟这段时间里面 古代人类 它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长起来 它认为这是神明保佑 它在等待这些 剩余品 等待收获物的时候 产生一个普遍的焦虑感 它希望它怕这个收获物突然之间就不见了 它预计的那些收获突然之间没有 所以它需要一个神明来保护 所以在农业民族 它开始出现大量的神庙 对于神仙的 对于神的这个创造 非常发达 不管它怎么样 至少它描述了考古线上发生的情况 就是到农业发展的某一个阶段 每个农业文明都开始出现大量的神庙 大量的公共建筑 另外一个就是 农业它一下子可以获得大量的收获物 它是季节性的 到了秋天一下子有很多作物 这些作物是你们这批人种的 但是也有一批人 他不要种 他等到成熟了以后 他就把你收割了以后 他把你现成品带回去吃 这个也非常容易 所以需要一个专门的团队 来抗助这些人 那就产生了军队 国家机器的最重要部分 武装力量 这个时候开始出现有意识的设法 所以 他认为这是两个 一个是心理上的焦虑 还有一个就是不劳而死的可能性 不劳而获的可能性 他认为 这个导致农业民族走向国家 中国是比较晚的 旧大陆地区 在欧亚大陆这个地方 中国进入农业文明实际上比较晚 最早的是这些地方 没所不大名 就是现在伊拉克的地方 两河流域 然后就是埃及 然后就是印度河流域 现在印度和巴基坦交接的地方 然后才是中国 中国比较晚 我们看这个时间表的话 中国进入农业时代 是晚于 晚于这些 印度和和两河流域的 然后是 我们这个进入农业时代 是跟早期生产食物时期 跟这个早期的这个生产 就零星的小农业 这种叫游农 还不是定居农业的时候 这个时间非常长 然后才进入下面的去云时代 最后进入农合时代 就是开始出现城邦国家 我们出现城邦国家 都比其他国家还晚很多 最后成为帝国 帝国时代是 我们是在2200年前达到的 他们这些地方 你看这个 巴比伦和埃及新王国 都比我们早很多 但是印度河比我们晚 所以中国进入农业文明 属于是比较晚的 这些国家 这些整个 我们大概描述一下 人类的历史 社会发展情况 那么这个 我们知道国家是怎么产生的 那么这个法律 法律究竟有没有 那事情很麻烦 法律 那个时候有没有法律 不知道 那个当时的法律 肯定是不成文的 人类的规则 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都是不成文的 那不成文的法律 我们就没办法考证 我们从地底下挖出来 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告诉我 在制造这件东西的时候 它已经有了法 所以这也是一个推论 而且法律本身究竟是什么东西 法律本身究竟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教材有一段 关于法律定义 我们有一段回溯 就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来讲 就是法律只是我们社会关系 这种调整方式 或者解决纠纷的手段 有了人类社会 就有了法律 这个就跟我们今天讲的 作为阶级压迫工具 这个法律的定义 就扩大很多 中国历史上一直认为 国家跟法律是一样产生的 所以中国传统的观念 跟文化人类学的观念 也不一样 就是规则人类社会一开始 从我们成为人 就应该有规则 但是这个规则变成法律 那这个法律就是 我们认为它有一个 最重要的象征 就这个规则有一个 公共强制机构 有一个公共强制力存在 而且是一个稳定的机构 就这个机构来进行裁决 并且由这个机构来 施行它的强制力 那么这个机构 我们把它称为叫国家 所以国家与法 中国古代一直认为 国家与法是一起产生的 我们现在这个教材 接受这个观点 就是我们认为 国家与法是一起产生的 国家是一个公共机构 不能说代表 所有成员的利益 这个不可能 但是它至少代表了 这个社会要共同下去的 一些最基本的原则 所以它首先 国家这个公共机构 它有一个公共强制力 第二 发动这个公共强制力 它有一个固定的程序 首先要有一个机构 然后你要请求这个机构 来处理这个事情 它必须要有一个程序 有一个固定的套路 如果一个地方 有这样的情况存在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认为有了法律 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规范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普遍 大家都知道的规范 第二个 有一个解决纠纷的机制 然后有一个专门 处罚违规的机制 处罚违规 用什么来处罚 就公共强制力 这个机制 机构是什么 有一个专门的 处理纠纷的机制和机构 这个机构就是 我们讲的国家 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比较 比较 范围可以广一点 顺便讲一下 你们可能看我们这个教材 已经发现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教材 没有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这个说法 对不对 我们这个教材 特点就在这里 我们 我们不承认有这样一个 人类必须要从原始社会 发展到奴隶社会 发展到封建社会 然后再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你们在中学学的这个社会 社会发展论 因为这套东西 马克思们也讲过 马克思们也讲过这套东西 这是 马克思只是列举式地讲过 他说有古典的社会 有那个 有那个叫中世纪的 有亚西亚的 他是并列的 就是说这个人类有几种社会形态 他只是并列的讲 他没有讲哪一个先哪一个货 马克思跟恩格斯都没有讲过 第一个想出来这个话 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奴隶社会 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社会发展五阶段论 是斯达林 斯达林在最大的普及 1936年斯达林编的一本 叫联共不当时简明教程 在这本教程里面 他讲了这个非常简单的 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阶梯 但这个阶梯 在历史上是找不到的 你没有办法讲这个社会是中建的 或者叫奴隶制 你没有办法讲 因为奴隶现象 有奴隶生产的现象 在人类历史上开始 在20世纪以前 20世纪以前 人类的观念里面都接受奴隶制 奴隶制度一直存在 一直到19世纪末 19世纪中期开始 才为了奴隶会打一仗 在其他时候 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并不认为 原始社会结束以后 进入到的一个国家 就是奴隶制国家 我们现在认为 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这样讲 每个地方 它都有不同的国家形态 每个地方都有奴隶 每个国家肯定都是存在奴隶的 但是每一个古代文明都存在 这个社会都存在奴隶 这个制度 但是要说这个社会 完全建立在奴隶制度上 这个是比较荒唐的一件事情 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例子 我们教材上 关于中国法律起源的特点 讲了四点 第一点 原始习惯转化为 具有约束力的礼法 第二点 血缘纽带更加强热 第三点 部落首领的地位得到强化 最后 刑罚和法官产生于战争 这四个观点 是 这四个特点 是我们在教材里面讲的 中国国家语法起源的特点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原始习惯转化为 具有约束力的礼法 这个话讲得很委婉 也就是说 法律产生的是从我们原始习惯来的 但这个原始习惯变成法律 形成了很 就是这个规则变成一个 专门的有公共强制力 专门的一个机构来执行 并且这个机构执行 它有一个本身 这个执行本身要受到一个规范 像这种过程 它不是什么十几年二十几年 也不是什么几百年 它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你很难在某一个点上 一下子把它切开 说它变成了法律 我们慢慢慢慢看 我就像大家坐飞机 现在好像很多同学都坐过飞机 你在地上看那个云和蓝天的这个 今天看的蓝天白云很好看 你在地面上看蓝天和白云界线非常分明 但是你坐飞机的时候 你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 你就在坐飞机上看看 好像旁边有点雾 然后再过一下雾越来越深了 然后再上去 雾看不见 什么都看不见 然后再慢慢就觉得雾开始淡了 然后又上来 就看到很清楚的一块块白云 你现在在云层的上 人类的物理现象是这样 人类社会更深 它这个界线是非常模糊的 我们讲的这个 首先我们要承认是有规则的 实际上动物都是有规则的 行为模式动物都是有规则的 所有的动物都是有规则的 而且这种规则最重要就是两个 一个是生存的规则 就怎么来逆食 怎么来吃东西 怎么来分配食物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交配和繁衍的模式 没有这个模式 生物也没有办法延续下去 所以规则是普遍存在的 行为规则是普遍存在的 但是人 人它是一种社会性动物 人比一般的动物更加依靠规则 因为我上次讲过 人作为一个造物的设计者来说 它设计的非常差 它如果作为一个人工的设计产品 现在是不及格的 设计的非常非常差 这个动物自卫能力非常差 肌肉不发达 跑也跑不快 跳也跳不高 牙也没有 我们的牙是 我们这个整个进食部分 这个是进化的最莫名其妙 因为我们一定要靠手拿 没有手就没办法吃东西 因为我们这个嘴巴缩得太里面了 我们跟下巴跟鼻子之间 把这个嘴缩到这个当中去了 你就看其他动物有这样的吗 没有的 其他动物都要把嘴都要伸出来 但它不用靠手 它就可以吃东西 鸟类是最特点 鸟类是最大的特点 鱼也是这样的 那狗 狮子都是这样 它怎么会让这个鼻子跟嘴巴 你看我现在这里放条直线 嘴巴缩在里面 你没办法吃东西的 你把你手绑起来 没有办法吃东西的 我们监狱里面 月带饭有一个做法 就是把这个饭 这样扁单靠靠起来 这样靠起来以后 然后就一靠靠一天 他吃饭没办法吃 把这个饭倒过来 倒在桌子上 然后去吃 然后用嘴巴去凑着吃的时候 饭都跑到鼻子里去 嗯哼